炮台系列的油塘魔鬼山布甸炮台 由油塘地鐵站一路走到里園門村 食海鮮的地方就會見到這座天后廟 還有 是不是這兩支炮台 布甸炮台怎會這麼細緻呢 9時2吋 這座天后廟應該是由海盜鄭年昌 佔了魔鬼山頭之後興建的一座天后廟 在1953年間廟重修的時候發現 在廟裏應該收藏了一塊石碑 寫著鄭年昌立料 日後子孫館業乾隆18年春立 鄭年昌是鄭健的後人 鄭健就是鄭成功的部屬 鄭年昌的兒子鄭耀一 其實就是張寶仔的養父 雖然這座天后廟背後的歷史 簡直很長 然後我們很快地繼續跟著里沿門村走進去 外面的海堤 因為2017年天甲吹閘的時候 搞到這座大水浸之後 就加高了海堤 終於做得很好 早兩三年前來的 看到旁邊海邊的屋 全部吹得爛了 真是 很嚴重 沿著條路 左磚右插 跟著指示牌就很快就會去到石礦場 一進去發現好像火燒過 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燒過 這次目的是上這個布丁炸炮台 所以不在這裏講那麼多石礦場 這個石礦場應該是190幾年的時候 在這裏經營的石礦場 直至1967年 不准用這個火藥之後 這個石礦場跟其他石礦場一樣 這樣釋味了 由石礦場上這個布丁炸炮台比較危險 登山的時候就不會拍給你看 不過 入口就是黃色圈圈那邊上去 但是由於見到有船角展 在這裏看了一大輪 拍照才走 安全點遞達的話 就應該走這個將軍路 華人永遠墳場通道那邊 進去這個 跑台 安全很多 釣魚釣得太開心 船越吹越埋岸都忘記了 結果就擱淺在岸邊 看見它就真是危險 不建議大家走這一邊 我懶惰 我懶惰 所以要走這一邊 沿著石礦場一路攀上去的布丁炮台 看下去的景色很美 擱淺了這隻船 仍然在這裏 人都下船 繼續上船 之後就發現 它又有舊星度 有另外一隻船 魚船仔 拉回那隻艇仔出回去 終於獲舊 這樣都好些 安全好多 整個鯉魚門海盒 看完 這隻艇仔 途中遇到一個落山的阿伯 跟他吹兩嘴 講一下那隻艇仔 上去嗎 小心點 那裏絲帶那裏 知道的 你應該熟悉我吧 走開吧 搞事 擱淺了 那隻艇仔 在這裏 摸了半個小時 他肯定掛著釣魚 肯定掛著釣魚 飄了過來 買到來已經卡石了 那你便出不回去了 應該一個女人一個男人來 不夠力 兩個男人就有機會 他還有一隻獎 才會贏 有兩隻獎都可以驚下船 繼續上班 就會發現有一個位置 不過這個 長身的厚度 不像英軍 難道是日軍起呢 應該是一個哨站或者一個觀測堡 在一個哨站為止附近都比較多 空空了 刮空了的墳墓 向上繼續走 很快就見到 布丁澤 一號砲台 布丁澤總共有兩支砲台 兩支都是九點二吋 不過一號砲床就已經全部被泥土掩蓋 生了樹 基本上都看不到砲床裏面是怎樣 一號砲床裏面 趁機在這裡放轉機 對面是白沙灣砲台 再在右手邊就是鯉魚門的碉堡和砲台 白色的頂 即是海防博物館 但是現在在維修 靠著這幾支砲台 鎮守著整個鯉魚門海峽 對面的杏花村以前都未填海氣 地鐵尚蓋物業 再靠去左邊 就是這個歌連神閣砲台 繼續下望就會見到這個 整個石礦場和鯉魚門川的海岸線 再望過去將軍澳那邊 你就見到日出康城那邊 一直在建一條跨海大橋 和隧道穿到 掌南隧道 今天放機都是慢慢的 比較大風 看完整個魔鬼山山頭 兩支砲台很清晰 見到在這裡 看見到我們剛剛爬過的觀測桌 軟體完全見到一號砲床和二號砲床的樣子 魔鬼山上高其實還有 兩支歌庫砲台 而這兩支布丁炸砲台 大約在1936年的時候被移走 移了去哪裡呢 就去了這個 學咀博夏勒砲台 而這裏就變成荒廢了 二號砲床由於沒有這個山泥傾射過 所以砲床非常清晰 亦都可以進去走 這裏以前行是沒有人的 現在越來越多人 又是 這裏 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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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籍人士國為Kongoku怪音樂 鑽進去時也讓它嚇一嚇 主教山的水庫就受到重視 以軍事為止,會不會受到重視呢? 真是很問水 一進去,火藥庫中間就有一張爛的床褥 好恐怖 走到尾應該是1號炮床的下底 但應該可能在英軍拆軌設施時炸了 山泥就經過洞湧進來了 無緣無故還說英文 因為撞軌,看不到那個鬼佬 他剛才問我進來的是甚麼 說了些給他聽 進來時一個人都沒有 好,反過來後面全部都是人 那些人跟著我進來 很害怕 究竟場邊的數字是甚麼意思呢? 真是不知道 這個鬼估計是運炮彈上炮台用的 剛才剛才上高,不上來看這裏 專門進來 有張床褥 有人在這裏曾經睡過 走出去,繼續向前行一點 就會見到以前在這裏的炮台 兵房和那些 士兵的休息地方 但是全部都已經炸毀,崩塌了 應該是英軍臨走時 摧毀這裏的東西才離開 當年這裏應該是由英軍的拉吉普營住宅 在麻油堂村和魔鬼山一帶 其實是很強勁地抵擋日軍 這邊應該是故意炸毀了 不要讓它留下 繼續沿著那條很明顯的山徑 一路走一路走 快速落到去 好了,我們就會見到另外一座碉堡 扔個靈灣你就很快發現 另外一座碉堡 這個其實就是海皇探射燈的發電碉堡 它的設計其實跟黑角頭 即是哥連神角炮台 和中坎角炮台的設計是一樣的 你都會在那裏發現有同樣一座的碉堡在這裏 這裏就應該是這個 發電機組 的住房 但是呢 再走進去你會發現 有個門那裏 我認為應該是有人住過 地上有遺留了有些石棉瓦 屋頂的板在這裏 不過這座的頂就完全炸毀了 相信也是英軍 將這一座 位置拆射的時候 將整個頂炸毀了 理論上兩間房是不通的 估計 有道門那個地方都是後期有人 特意開出來方便自己出入用的 看完這個探射燈 發電雕堡之後 我們當然要找回那兩支探射燈究竟在哪裏 走走走走走走出這個海皮 接著你就會很快發現 有這個海防探射燈 先看一看美麗海景 墳場下的安寧湖村多了那麼多人住 開海大橋 掌南隧道 繼續完海岸邊一路走走走 就找到另外一個石屎梯級 沿著這個石屎梯級一樓 你就很快發現 不易探射燈的位置 大家記得打卡之餘 記住自身安全 兩邊都是崖邊 接著這個石屎梯級一樓 就很快很快地找到南隧的探射燈 兩盞海防探射燈 就照耀著這個鯉魚門海峽 一有船開過 發覺是敵人 就一砲打下去 蹦蹦 這裏都是記住 下面都是延拿一路滑落大海 不要走那麼遠 站近一點 這裏都是記住 站近一點 上網上高山頂 都是這樣 日陽斜坡 要靠那一堂石屍樓梯才來到這個位置 古蹟看完了 我們跟著就要回去了 然後我們快速地上回這個1號炮藏 因為那裏要出回這個將軍澳 墳墻道 外面 走回到第二條路 走回到第二條路 竟然發現 另外有些神問客在這裏設置了一個棚 有遮蔽 在這裏看風景也很棒 很有 smooth 你繳鬆轉轉終於走回去 1號砲藏 在這裏你才可以去到這個将軍澳華人 永遠墳墻的那條通道 馬路上高 可以下去右塘 經由砲台 10點 為之左右 那條路 一路向上限 你就可以出回大路 最小的鏡頭就看到 兩年前在這裏走 兩邊都是草 中間條路都是僅僅看到 去到臨出口前那裏根本是一個沼澤的物體 現在這裏被人踩到全部沒有草 太多人懂得走這條路 轉出來左手邊就可以落回里越門村 右手邊回到將軍路 墳場通道 再提提大家不要塗鴉 這個古跡 遺留任何垃圾 大家看得開心 拜拜